前年2月曾经传出病情转差的赌王何鸿燊 身体状况一直都被受关注 家人亦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公开赌王的合照 而这日就突然再度传出赌王病重的消息 令大批传媒去到养活医院守候 直到傍晚7点左右 何超乙就坐7人车现身养活医院 对于爸爸的病情 超乙都大方回应 今天因为有传说何生已被避养 不是吧 我没有收到这个封的 我只是在Instagram看到周派豪在医院 但何生还可以吗 我想还可以 现在你还没接奸人 不是 有人看过他 就是刚刚门 是啊 我没什么学生也没接到 我没听到 那好吧 感谢关心 多谢关心 见到超乙表现得这么轻松 相信大家都不用太担心赌王的情况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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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